他手机突然来电话了 我说你咋不接呢 他说不用管 我说你接 我强谤他接了 接完之后一个男的 说问他在哪呢 在海南呢 在寒南呢 他说在寒南呢 那男的就说 同学聚会也出来吃饭喝酒 而且那是晚上 我说这么晚了 有男的给你打电话 让你出去吃饭喝酒 我心里当时我就 特别不高兴 主持人是这样的 就是我不是在外面上大学嘛 我有几个大学 男生女生都一块经常 出去吃饭呀 我觉得这很正常呀 换成任何一个男的 他心里面都会这么想 他跟这个男的 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根本不会这么想 就觉得这个男的 根本也没把他当回事 他们同学聚会 怎么临时限低溜呢 充气量就是这么想 那万一那个男的 在撒谎呢 不是同学聚会呢 那你也应该相信他呀 主持人他觉得我这样 我觉得他也很双标 就是他跟那些女顾客 聊天的时候呀 说什么亲呀美女呀 就聊得特别勤勉 热祸朝天的 这不仅让人就能想到 他俩到底什么关系 什么样的 你也知道 理发店聊天 就是用那种 亲的美女 留住这个顾客 理发店不是靠技术吗 怎么是靠亲呢 那有的时候 也得靠说话呀 就你这说话也不行啊 你那表述都不清楚啊 孩子 然后他说完之后 我就在店里 弄了一个直播 然后我每天让他看着我 我咋在店里干活的 咋跟顾客聊天的 然后回去之后 他还是不高兴 还是一直跟他说话 他一直不理我 一直不高兴 那我就想着 要不然就换一个工作吧 是吧 现在他起早贪黑的 然后每天我们两个人 吃饭呀 什么逛街的那些约会 然后时间都没有 不如现在换个工作 然后出去看一下 顺便把我们的事情 解决一下 他就去找了一个 模特公司嘛 他一个朋友 我跟他商量了 他就不同意 你觉得这是靠谱吗 主持人 我都觉得不靠谱 而且现在我 反正我其他不知道 我知道模特 肯定不要驼背的 他驼背 然后就是我那个考试嘛 考银行 然后还没有稳定 他现在要出去 我就感觉这个婚 就是现在再缓一下吧 就他不想结婚 有一次我问他 我说咱俩啊 先把结婚照给拍了吧 然后他还是不同意 连结婚照都不同意拍 我感觉他现在 整个人都变了 现在就是 对我不管不顾 把所有心思都用在 讨好我姐神上去了 那我整天跟他姐在一块吗 那肯定啊 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 好不好 好 跟他的关系 你怎么想的 我就想着 就是等他工作 然后房子住的地方 那边稳定了之后 然后我们在谈 这个结婚的事情 好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没有稳定的工作 或者叫没有稳定的收入 没有固定的住所 你是不结婚的 对啊 第二个问题 你确定他们家要拆迁吗 他当时跟我说了 是不是 如果没有这个拆迁款的话 房子肯定没有 这个问题好回答吧 对 没有 那就是说 如果不拆迁了 你们俩就没房子 这婚就结不了 是不是这意思 那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啊 又一起努力了 第三个问题 一起努力 怎么努力 往哪个方向努力 就是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没两个人 谁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我们两个都有 都有一份 他找什么工作 他不是说要去北京那边 去面试那个模特工 你觉得他行吗 先面试吧 面试如果过了呢 所以你还是爱他的 对吧 对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12岁到18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踏肉 第六本